北京这个城市无法替代的一些优势 消费水平其实比南方很多二三线城市还要便宜 办公地点非常大气 在北京一个XXX左右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 很多南方的同学刚来北京一定是受不了的 就觉得我这条坚持到北京的路走了太久 哈喽大家好我是萌萌 这期话题呢其实已经拖欠很久了 就是作为一个已经在北京生活了9年安家之夜 并且未来大概率不会离开北京的人 和大家聊一聊这些年在北京的心得感受 包括现在的应届生是否要选择北京 如何在北京生活等等 感兴趣的话记得要查案点赞三连 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当时选择来北京其实目标非常单纯了 就是从小被洗脑 首都是祖国的心脏 在北方呢几乎只有北京一个大城市 所以作为一个小镇姑娘想看大世界出去闯荡闯荡 北京是一个理所应当的选择嘛 再后来呢我就变成了网瘾少女 上中学的时候就一直在追漫画写小说 当时私混的一帮小伙伴大部分都在北京 所以就觉得懂我的人都在北京 就非常想去 痴迷到高考的十个志愿全田的北京 后来不出所料高考失利 我还是死心不改考研来到北京 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清楚啊 研究生报到的第一个星期 我就约几个中学的小伙伴一起吃饭 就约到渭公村吃了一顿烤鱼 后大家吃完饭溜弯就到人大门口拍了张照 后来聊着聊着我就嗷嗷大哭 其实现在的选择相对会多很多啦 我这家公司工作不开心 这个城市生活不舒服 其实都可以换 但是高考和考研这种事情 真的是没有退路 而这些年在北京呢 这个城市也给了我足够多的机会 让我找到了工作 赚到了一些钱 结识到了一些同道中人 也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证明了自己吧 嗯 我知道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北京 而且我的青春岁月 已经和这里无法分割了 我觉得大家现在选择城市的范围 其实会比我当时多很多 现在新一线城市 包括二线城市的兴起 工作机会也不错 整个城市的一居性也会好很多 所以我首先建议你在选择城市的时候 优先考虑自己的喜好 因为选城市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嘛 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offer多了几千块钱 我就立刻杀到这个城市 更多要考虑的是说 你对生活节奏的选择 自己所希望从事的行业在这个城市怎么样 另外还要考虑到像生活节奏啊 气候呀 饮食习惯呀 离你的老家是否近呀 包括你喜欢的人是否在这个城市等等吧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生活化的考量因素 很难去量化的 但这些指标又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到底还要不要选择北京呢 其实我是想给那些 现在还对北京有憧憬的同学打打气 其实北漂并没有那么的可怕 而且即便是现在 北京还是有一些其他城市无法比你的优势 当然大城市本身的好处 机会多 包容性强 能及时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上升空间大这些我就不强调了 可能每个一线城市都差不多 我只说北京这个城市无法替代的一些优势 第一对于互联网和传媒行业来说 北京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这两个产业在北京的聚集度 可以说是国内任何一个城市无法比拟的 这就会让你在找工作 甚至跳槽的时候 选择范围多很多 你的溢价空间也会多很多 整个行业发展的天花板 就要比其他的城市要高 像对于互联网来说 几个有代表性的聚集地 中关村 五道口 谢尔 旗 旺京 包括像溢家 京东就称起来的 溢庄经济开发区 而像媒体行业 主要集中在大北摇地区 就是所谓摇子里的人 一条精通快速路 从通州界开始 途经文化产业园 中国传媒大学 然后是高碑店大望路国贸 这路下来 基本上就是一个 十八线不知名小艺人 到大家都知道的 著名idol的进化路程 第二点就请海归 小分队注意了 最多的500强总部 还是在北京 旺京就有一批 很集中的500强总部 想要在这个领域发展 其实机会是非常多的 第三点就是请 公务员小分队注意 也理所应当了 国家部委 事业单位 包括央企总部 最多的还是在北京 而且办公地点非常把气 基本都集中在 二环以内和长安街沿线 第四点就是 像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 集中度也好 质量也好 还是其他城市 很难去比较的 包括像给父母看病 你要找的那个医生 可能他只在北京 所以虽然说医疗资源很紧张了 但是离得近 有的时候真的是能救人命 第五点是关于一些社会问题的响应能力 我觉得北京也是很好的 比如像前几年大家都在诟病北京的雾霾嘛 然后市政府说要整顿 最近两年雾霾现象就少了非常非常多 像最近疫情吧 北京在二次反复 整个城市的显应也非常快 调用大数据去做核酸检测 包括附近整个小区立即调整的二级响应 测体温呀 查出物证啊等等 而且整个物资的供应物价的管控都非常好 这个最起码让大家生活是很安心的 第六点就很奇妙 大家会觉得在北京的生活经济压力比较大 但反过来想你离京的时候优势也很大 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出于各种原因 选择从本京去了杭州阿里或者是深圳腾讯 整个感受上来讲 即便在北京处于一个很中等的水平吧 也非常容易能够进入到阿里的总部 或者腾讯的总部 当然了说完优点也要说缺点 北京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就是北京户口 北京户口的稀缺程度 会导致北京高校的优秀毕业生 放弃掉大厂高薪的offer 去拿一个一个月只有几千块钱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其实户口的作用这几年也在逐渐的弱化 如果你在北京同一家企业连续纳税两年以上 就可以去办理工作居入证 拿到这个工作居入证 在买房买车享受北京的社会资源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第二点就是大家熟知的买房买车难 买房这个天价就已经没得说了 大家都有数 但买车的话也不是你想买就能买 一个油车摇号的话可能好几年都不会重 而现在新能源车排号已经排到了2028年 就好多在北京安家之一好多年的人 一直买不到车真的是没出说理啊 第三点气候 约达夫为什么要写孤独的气候 因为除了秋天其他时间都不怎么好 春天会有沙尘暴 夏天下大暴雨 冬天的话又是雾霾 另外全年气候非常干燥 很多南方同学到来北京一定是受不了的 第四点就是生活品质了 当然你的生活品质是和你的经济基础挂钩的 并不是说北京整体的生活品质差 而是你在北京无形中就会感受到很多的压力和焦虑感 这种来源可能会来自于你每天上班都要堵车半小时 需要早上六点钟起来去医院排队挂号 人都是会受到环境影响的嘛 如果你每天都在接收这些信息 那么每天都会扩大你的压力和焦虑感 可能就是想要选择在北京生活不仅要有一定的职场竞争力 在心理上也需要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吧 综合这些信息了 在北京生活一定不是easy模式了 但是对于喜欢北京的你 对于喜欢挑战想要证明自己的你来说 北京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说到在北京生活需要多少钱呢 我们先从住的方面来看一看 北京的租房是真新贵 我最近也是刚搬家到这里嘛 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北京的五皇外 去一次王附近呢需要一个小时 去一次三里屯需要一个半小时 就这个距离我这个房子一个月还要6500块 每次跟我爸妈打电话他们都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我一个月的房租比他们两个家一起赚的还要多 但是真的没办法 因为附近都是马农嘛 距离公司比较近的地铁站就只有这么几个 每个地铁站附近也只有这么几个小区 如果你不租的话别人就会租 就是供大于求啦 房价一直下不拉 但我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普遍情况啦 很多同学刚毕业是要合租的 那我就去某著名的公寓网站上查了一下合租的价格 在13号线附近一个20平左右的单间 加上公共的卫生间厨房客厅等等 一个月大概是3000块钱 这个价格说实话是你自己去找要贵很多的 但如果你是刚毕业或者是从外地第一次来北京 可以把这种公寓作为一个中转 因为相对比较省心嘛 水电煤气网费这些都有人去管理 相当于是一个升级版的宿舍 但是住了一段时间 大部分同学都会转向普通的住宅 就真的是住了就知道这种 住宅型的装修 还是要比宿舍型的装修 要舒服很多的 这时候如果你找几个朋友 一起整租一套房子 大概100平左右 31厅 在同样的地段只需要6000块钱 也就是人均2000块就足够了 当然区分地段不同价格也不同 我大概看了一下 刚毕业如果合租的话 2500会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 就是不会太降低你的生活质量 然后说交通的部分 在北京工作 首先最冲击你的可能就是交通通勤的概念 以任何一家公司为原型 以一小时通勤为半径 你会发现可以画出好大一块面积 因为如果你住得近 坐公交车上班 堵车就需要一个小时 住得远的话坐地铁也就是一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很多同学会选择 在一小时通勤范围内 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去租房子 这些交通费的部分 公交和地铁都是接替计价 平时出门的话公交车就是1块钱 地铁的话2到5块钱不等 如果一个月内累积到100块以上打8折 累积到150块以上打5折 所以其实纯公共交通出行的话 一个月花不了什么钱 200块左右上下班绝对是够了 那如果打车的话就要因人而异了 像我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大概是10公里嘛 一般打车上下班单程是40块钱左右 如果晚上加班到9点以后呢 打车回家是报销的 所以即便是偶尔打车 我每个月的交通费500块以内是绝对够了 这些吃饭的部分 我觉得北京的消费水平 其实比南方很多二三线城市还要便宜 像我上份工作是在国贸附近嘛 相对是北京消费比较高的地段 但其实说到中午的工作餐 人均100的能吃到 人均15块的也能吃到 基本上一顿正餐20块可以吃到 干净 卫生 温速搭配 但反而现在在五环以外 因为担心食品卫生的问题嘛 低于30块的外卖我是不敢点的 在吃饭的方面反而变得更贵了 但也是因为在五环外各种不方便嘛 所以各互联网大厂都会有自己的食堂 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吃饭 那就相当便宜了 我就翻了我的记账本 其实纯粹一日三餐的部分 一个月1500块是足够了 当然如果你说 你每天都要喝星巴克喝奶茶 每个星期都要出去聚餐吃火锅 这些钱就要另寄了 另外还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日常开销 比如说生活用品呀 网费水电费偶尔买买东西吧 这些乱七八糟加在一起 在北京一个月5000块左右 是一个比较平均的水平 这么听起来其实还是有点多了 那我们看一下北京的薪资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我就找到了某著名的招聘网站 对2019年秋季招聘季的一个统计 在覆盖的所有城市里面 北京是平均薪酬第一名的城市 平均薪资达到了11,434 这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只要拿到了在北京的offer 并且能够理性消费 那么基本生活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还会有一部分盈余 当然平均数并不能反映一个真实的情况嘛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偏差 我还特地去查了应接生 在北京的招聘岗位 大概是什么水准 整体来看 即便是非常不知名的小公司 也没有在月薪5000块以下的岗位 去看这些数字是为了说明 北漂真的没有那么可怕 你说刚毕业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比较辛苦 但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困难如果不能克服的话 怎么会等到秋天结出丰收的股市呢 在刚毕业的前几年去积累一些不同的阅历 体验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是人生中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吧 好了今天想要聊的这么多 希望对你有帮助吧 最后记得要查点赞三连 支持我的内容创作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职业发展 做管理的问题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三连